创业英雄会 投资人现场达成投资意向 必须经过重重的考验 不知道今天晚上来到我们舞台上的 各位创业者准备好了没有 我相信在我身后的12位投资人 已经准备好了 欢迎他们 今天晚上我们仍然为大家请到了 两位创业助战团的嘉宾 他们将帮助创业者去赢得投资人的青睐 创业梦想更进一步 我们欢迎来自拉卡拉的董事长 董事长孙陶然先生 国能中电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白云峰先生 欢迎两位 在这个医疗领域 董行的人都知道 有一些产品是国外垄断的 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创业者 就打算在这个垄断的局面当中 撕开一个缺口 我们欢迎第一位创业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环顾四周 似乎只有自己在徘徊 今天该回家了 还在想你 三年了 我几乎没给过家用 也很少回家 爸爸你是达康书记吗 不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我的钱都用于科研上了 由于经费有限 买完实验材料 几乎所剩无几 世界系学生一直的信任 支持着我走过这八年 不管再苦再难 我都不要让他们失望 这就是我们做出来的树林棉 不要小看它 树林棉吸水之后 可达到相当于自身重量的 25倍以上哦 比棉花提高了5倍 目前 可吸收性止血材料 90%都是有国外产品占据 现在有一款 如此物美价廉的产品 横空出世 为什么不来支持一下国货呢 健康 几义的学校到 我是何其美科技的创始人蓝管签 高校的学者或是科学家创业 大多走了99步 可能后一步迈不下去 现在这个时代 各个部门已经松了这个枷锁 张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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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市东部连日降雨 导致发生洪水和泥石流灾害 请各单位做好准备 听到没有任务来了 我们作为重点救援医院 你们外科要准备充足 可是我们的职业材料 好像不够了呀 诶 蓝老师 您看 咱们研究了八年的树林棉 这次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当然 在各类树果中 百分之六十左右的伤亡 都是由于 死血过多来造成的 如果在受伤十分钟以内 得到有效止血 那么 百分之八十的伤命 都可以得到保住 国外大品牌的止血时间 只要一分钟 咱们的树林棉芽 只要十五秒 别看它呀 看起来像棉花 可是经过特殊处理的 放在伤口上 遇到血液 变腻疾 变成凝胶状 风堵伤口 迅速止血 更厉害的是 它对血油病患者 同样有效 是的 树林棉不仅可以用于 日常生活中的 刀伤插伤止血 在临床手术中 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因为它止血速度更快 而且止血完成后 不用洗出来 因为它本身可以降解 所以使用更安全 更放心 嗯 确实不错 可是蓝老师 国外生产线成熟 制造量大 一包也就几百块 咱们的苏林棉呀 只要几十块 之所以这么便宜 是因为我们掌握了 核心技术 申请了六项 国家发明专利 急救小组 请立即出发 请立即出发 哎呀呀 有点辣眼睛 一定要平安归来 装树 你装什么装呀 你一定会后悔的 哎 清晰 现在年轻人啊 不过 我们还是要回到 树林棉这个项目上来 树林棉 它不仅可以开发成为 各类紫血棉花 紫血纱布 创伤副料 等多种功能性的 医用材料 还可运用于 美容面膜的基部 可以说应用范围 是非常广泛的 我们希望 我们的好技术 好产品 可以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当然也希望 在座的投资者 能给予大力支持 我们树林棉计划 融资八百万 出赚股钱百分之十 我是何勤美科技的 创始人 蓝广千 谢谢大家 刚才这个别开生命的路演 这两个演员是你的学生吗 对 也是我们小组的 谢谢 回头看一眼 华领资本刘涛 抢投成功 谢谢刘涛 其实非常巧 因为我们最近正好在找 科聚堂 做苏宁的直选棉材料的 这样的项目 所以这也是 为什么抢投的原因 谢谢 它的切入点比较好 它切入了一个 巨大的蓝海市场 而当中又没有更多的 特别多的竞争对手 其实我们能感受到 苏宁棉的妙处 片子里边已经有展示了 但我们还是想 在现场 让投资人感受一下 它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和其他种类的材料 有什么不同 我们请一位投资人现场来 复言 我觉得在拼颜值这件事上 还是应该让莫惠蓝蓝 其实百文不如一 百文不如一件 对 一件不如做点实验 你要为投资人负责 对 所以我真实来体验一下 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两位嘉宾 那么放在我桌子上 有三个直写材料 从左边这个呢 是国外某一品牌的拳头产品 这个是我们普通的拖子棉 就是树里面 我喊三个树 我们同时放进去 准备 一 二 三 好 放进去 让它充分的浸泡在里面就可以了 我再喊三个树 同时拿出来 准备 一 二 三 你看 从左边我们这个国外某一拳头产品 它直小材料 仍然是直小材料 水还是水 我这个拖子棉呢 因为它是两块 看水还是滴下来的 上面还是水 好 我们墨总这边 这个 完全成凝胶状态了 我把它倒过来 看 如果是有水的话 肯定就会流出来了 完全没有水的 对吧 我把它使劲倒出来 凝胶状 凝胶状 您可以拿那个手套 那个感觉的 特别像果冻 像果冻 对吧 完全像果冻状 给它捏 它是没有水的 给它捏是没有水的 厉害厉害 好 谢谢 谢谢莫慧来 谢谢 马上进入我们下一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先问一下两位导师 我们助战嘉宾 看到这个项目的时候 第一感觉有没有点激动 我看那个孙总在摸 好像抢头的感觉 别像抢头 我在说 如果在技术上 确实是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确实非常有前景 所以它的原料也是棉花 是吧 原料就得存在拖子棉 就拿棉花处理就可以了 对 现在你就是在你的现实当中用过 比如说有伤口 马上拿那个东西放上去 就可以把血止住 对对对 我们做过动物实验 自己偶尔有扯展伤 也可以 你身上有吗 这个伤就是去年的时候 因为有一批样品要处理 就是树林棉 当时其实就是怕浪费这个材料 但是着急的时候忙中出乱 然后就把我的手伤到了 是因为当天没有进到小白鼠吗 年轻老子确实经费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为了省点经费 或者说为了保证运转起来 其实这个过程中 可能只有真正过科研的人 才能体会到 又要做 但钱暂时还没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只能能省则省 所以说刚才说三年没有 贴不家用了是吗 对对对 那你觉得还要多少年 才能拿到这个 什么第三类的这个医疗气息症 这个从目前来讲 因为三类医疗气息 我们这个属于体内直选嘛 它的周期 它需要临床认证的数据 认证的数据呢 其实很大一部分的难点 就在于要钱 第二个呢 它有一个周期 因为它体内降解嘛 所以说它在最快 都要四到五年 这个周期来论证 这一类项目的特点 它需要投资人 陪它跑一个马拉松 而不是一个十公里 大家对这个问题 自己有什么考量 他们有一些是客观原因 就是它的基金周期 就是这么长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他们不是投资你这个行业的 他不理解知道吧 所以说我觉得 你首先要做好功课 去找到对的投资人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哪一些投资人比较适合你 有一些这个专业的基金 比如说我们和上市的医疗公司 医疗器械公司 或者医疗器械的渠道公司 去合作成立的专项的医疗基金的话 那这样的医疗基金是知道这个行业的周期 并且它的渠道 未来可以给你的产品复用的 所以这样的这个基金的话 能够陪你做长跑 你现在身份还是老师 对 学生总是会毕业的 毕业之后的学生 怎么能保证他们留在公司里 成为你的科研力量 对 你的人才的稳定性 怎么能够给大家一个放心的解释 人才稳定性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留住人才 其实我认为有四种方式 一种给他钱 一种给他希望 一种给他说这个东西做的有意义 还有一种就给他以情怀 做科研 我相信你肯定是胜任的 但是如果带领一批学生来做一家公司 那这里面还是要有一个台阶要跨 对 我相信专业的人要干专业的事 这个产品其实是我另外一个小孩了 首先科研上我要保证它是成熟的 但是在产业应用过程中 别人没有给我机会 我自己创造机会也得上 如果投资人说 我可以投你 但是前提是 他要请一位人来做总经理 这个我觉得可以考虑 在美国的很多硬科技的这种公司里面 它的组合其实就是一个大学里面的教授 带着一些专利出来 但是它的另外一方一定是有一个 可能成功经历过几次创业的成熟的经理人 这样的机构 它的成功概率就会很大 好 谢谢大家 马上进入投资谈判环节 华领资本刘涛已经抢投成功了 他已经抢占了一个终极谈判的席位 剩下的11位投资人 是不是对我们蓝老师带来的这个项目 有投资兴趣 各位请表决 好 这个成果还是非常喜人的 只有一位投资人灭了灯 首先这个确实我们不太专业这个领域 所以这个不是很了解 所以另外竞争一定会很激烈 我也认为我这个胜算不大 好 你看这也是在帮你 虽然抢投了 但我还有两个问题要问 第一个问题是您刚刚速冥棉的这个植物材料 现在到什么阶段了 是上动物实验了吗 动物实验了吗 动物实验了吗 动物实验做完没有 做完了 在这种生物制药方面 我们通常会存在这种实验室的产品和工业化产品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实验室产品如果工业化的话 它的成本和工业化难度有多高 关于这个生产 这个等于是稳定性的问题 树林棉我们原来做的时候是要一天才做完 最后我们现在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完成了 而且我把它放大了 就是一次做十几二十公斤都可以做得出来 这也不算是工业化 但是这个二十公斤 因为我们放大的时候其实一吨是没问题的 成本呢 成本 我可以初步这么估算吗 红买棉花的做出来 大概是十五万左右一吨 我觉得从你这个项目的本身产品对关系是已经过了 但是除了产品之外 你的团队 你的销售能力 以及你的商业模式 我想更多的听一听你的这方面的阐述 一手请直接下来 它是特定人群特定需要 比如说我们的医院的手术 我们的军警武警 他的一个战略急救包 和我们这个一些探险一些队员等等之类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走出币这个领域 关于这个团队的问题呢 其实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技术团队为主 我认为将来肯定还会吸收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人进来的 好 10%的股权 容800万的额度 各位还在亮灯的投资人 请出架 天鹰资本 出镜潮 800万 九红金金 阿阳 600万 新龙脉资本 王宇桥 560万 海桃资本 莫惠兰 300万 韩武上朝 韩冰 200万 我想听听那些这个在刚才表态就是熄灭灯的人的意见 现在比较担心你的市场能力 做进口的替代的时候 其实还是需要一个非常强的团队来去做这样的事情 而且你的团队里面明显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人员 那么这里面就是你的核心点在哪里 因为这个国外已经有了 这不是一个非常创新的东西 对吧 它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东西 只是我们国内没有替代没有而已 这是个关键问题 回应一下 刚才我桌上展示了一个国外全球产品 独立的条件是比较苛刻的 我们国内是有企业在做 它是中外合资来做这个事情的 我们这个一遇水 它就成凝胶 国外很多产品是达不到这个效果的 而且直选速度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核心点 这个项目它是技术性创新 所以核心点我们还是会到产品怎么样 所以它具有创新性 可替代性 市场空间很大 所以越选择它 蓝老师 再回头看一眼 五位投资人选择一位进入下一轮 心里有数了吗 有了 好 选择哪一位 天鹰资本的此种吧 好 那恭喜天鹰资本 曲景昭 华领资本刘涛 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 终极谈判环节 两位都给出了足额 800万 各有30秒的最后的时间 为自己拉票 倒计时 开始 我们是可以在未来企业 不管是在CIO阶段 还是临床申报阶段 还是未来的甚至市场销售阶段 我们都能够给到非常非常丰富的资源 谢谢 你看我是最后一个才投下800万 因为为什么投800万呢 我可以投600万 但我觉得爱一个人 就不在乎那200万 是吧 所以对你对企业 我还是会长期的支持关注 话不再多 足够动人 虽然一个抢投 一个最后做的决定 但都给出了800万 听听助战团嘉宾的建议 我建议你选石总 我认为你这个企业 未来最重要的 应该是在你的治理结构 精英管理这个方面 我直观上感觉 恐怕这个 石总在这个方面 会理性一些和更有经验一些 我觉得未来中国十年 我一定看好的是优秀的科学家 去变成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我是觉得 蓝老师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也具备这个素质的 西条体质改革 我甚至于希望这种 临床的这种实验 材料类的东西 能够快速通过这样的一个测试 所以我觉得 你选刘总没有问题 我觉得气和度挺高的 其实也恰好说明 两位投资人都很有魅力 他们也许都很适合你 那我们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是创业者 这两位投资人 你选择谁呢 各位请投票 哪位观众支持了池总 可以勇敢地表明一下自己的态度 然后告诉我们为什么支持他 就是因为池总说 爱他不差了两百万 蓝老师 现在请你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好呗 最后五秒钟 告诉我们 你选择谁做你的合作伙伴 倒计时 开始 欢迎进入建南春成功时刻 我的选择是 还是坚持一见钟情 刘总 好 恭喜刘涛 两位现场签约 好 我们再次恭喜他们 首先非常激动 没想到一上来就抢头 第二呢 就是也非常这个欣慰嘛 我觉得刘总那么有信心 我以后就更有信心 他们有组织有纪律 他们正在进行着一场 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打起的对象就是 国企高管 遵守餐馆老板一星期 只为讨回三百元 我感觉他替代方案太多了 千万不要看不起 免得以后啊 就来不及 他是视频影像的魔术师 需要普通照片 就可以全自动地生成 三点模型 在模型上进行 虚拟整容 究竟是自信 还是自负 我感觉这个技术 可以颠覆很多的行业 其实现在 有了更新的技术 要有这个技术的自信 更多精彩内容 马上最好 创业英雄会选手服装 由禁霸南庄 特别赞助 禁霸南庄 37年不断改进 佳克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有一些害虫 经常会干扰我们的生活 蚊子啊 苍蝇啊 蟑螂啊 白蚁啊 我们接下来的这位创业者 就想发动一场 对这类害虫的 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欢迎他 2016年2月 杭州飞往西双版纳的航班 被迫降落 落地原因 是发现了威胁 飞行安全的老鼠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 每年阴蚊子传播疾病 造成的人类死亡 多达200万人 打老鼠灭蚊子 就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正是因为这份事业 我和爱人 一坚持就是十年 看似轻松的工作 实则举步维艰 从被人羡慕的国企员工 到走街串巷的推销员 40摄氏度的高温 十多小时的远途跋涉 巨大的身份落差 让我感到很委屈 但我没有放弃 依然饱含热情 鼠患虫害无处不在 为宾馆酒店 商场超市 工厂医院 提供全套的 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正当环境医生 正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希望我们活着愉快 感谢你对我们的期待 我们用国际化的事业 和全新的发展理念 成为PCO领域的行业先锋 天下无小事 防害有担当 我们正在和各类有害生物 进行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我们就是虫害防治专家 我是立民PCO 虫害防治服务的 他学 我们从2003年创立资金 每年均保持了高速的增长 对于你们这个立民 这家企业来说 你和同类的这个相关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我们的技术更专业 质量更标准 服务更优化 大家好 通过刚才一个短片呢 大家应该大概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 那什么是PCO呢 有害生物防治机构 我们就是整顿环境健康的医生 保护环境安全的卫士 而我们打击的对象 就是白蚁老鼠蟑螂蚊子苍蝇 等威胁环境安全的各种有害生物 可能您会说 杀个老鼠蟑螂有谁不会 还需要专业的机构吗 那您知道老鼠的作息时间吗 您知道蟑螂是怎么进到你的家里 它又藏在哪里吗 防治虫害可不是一招先就可以解决根本问题的 它需要长期专业规范系统的服务 那我们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我们会进行环境的监测 找到虫害从哪里来 通过他们的活动痕迹啊 来辨别出是哪个品种 再根据客户的现场实际情况呢 从环境治理 化学防治 物理防范啊 等各个方面 来制定出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的方案 还要帮助客户优化自身的管理 从而减少有害生物的入侵和危害 同样是投药操作呢 我们是经过一系列专业的检测和分析 来定出投药的时间 频率地点和周期 那可能您要问了 这么科学精确的操作是怎么做到呢 西兰大学昆虫学教授 化工厂高级工程师 跨国商业服务公司高管 国家级并煤生物防治专家 都是我们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 我们也严格按照并煤生物控制的国家标准 在实践中摸索总结 十多年的积累沉淀 我们的服务团队 有了高超的技术水平和丰富的经验 能够对不同的客户类型 不同的现场环境 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的方法 来解决有害生物的问题 为数千家企业 两万多个家庭 提供了专业的有害生物防治服务 防治虫害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所以我们还提出了PCO家的概念 就在今年6月6号 世界害虫日在北京正式发布 通过设立这么一个世界性的主题日纪念活动 来吸引全人类共同关注 这个小虫害带来的大危害 目前我们已经具备 中国有害生物防治企业A级资质 白蚁防治一级资质 通过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我们更是成为全国近两万家批搜企业中 只有两家的并没生物控制国家标准的 示范基地和实施企业 其实利民PCO从创立初始 就坚持以降人的精神 来做好这个很多人需要 但又不了解的技术服务性工作 我是利民PCO虫害防治服务的联合创始人 康喜 我们的融资需求是500万 出让股权10% 谢谢大家 欢迎 利好主持人 欢迎 欢迎 这虫害防治说起来每个人都有点切身的感受 既然是服务商 我们也从生活经验的角度请教你一下 夏天 招蚊子的人肯定多 有各种各样的人提供给你很多建议 血型的问题 体位的问题 光线的问题 刚才主持人说到血型的问题 这个还真是一个谣传 因为经过科学的实验证明 蚊子它丁锡人血 对血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它主要还是通过人呼吸 产生的二氧化碳来吸引蚊子叮咬 所以一般就是新陈代谢比较快的人 比如说小孩 孕妇 这样就更容易被蚊子叮咬 但是你要让大家花钱去购买一项专业的服务 这个经验未必每个人都有 心理上也未必每个人都愿意接受 你看刚才那个短片里 是不是有人拒绝你 对 经常被拒绝吗 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 十年前我刚辞职下海创业的时候 就收第一币的客户的费用 一个小仓馆 三百块钱 连续跑了一个星期 每天晚上去守他 餐馆老板 走了一个星期终于把这个钱收回来 所以让我体会到创业的艰难 那你说这一类的服务企业 因为我知道 我至少在国外的电影里边 我们经常见有这样的专业的 去虫的杀虫的公司 你们的核心竞争力在哪 我们的核心的话 就是我们的管理和服务团队 这个行业当中 据我们分析统计 我们的人均产值是同行业在三倍左右 那么我们人均的工作效率应该是两倍左右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十多年积累的服务团队的一个所带来的效果 非常专业的一个服务公司 好 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马上进入项目诊断环节 这是一个全新的行业了 两位有什么感觉 中国可能对家庭2C来讲可能有点不太好做 但是事实上想这些超市啊 商场啊 这些饭店 这应该好好弄弄这些东西 本身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来讲 是有刚需的一个行业 需求肯定在 但是这样的一个需求 它适不适合作为投资标的 我们并不是说任何一个企业都应该出去融资 当你需要资金的时候你才去融资 反过来投资人会看你具不具备投资价值 我觉得挺实实在在的 这个资料里面讲是夫妻创业 我本人其实是非常反对夫妻创业的 为什么反对夫妻创业 我不知道夫妻创业的必要性在哪里 你是说你雇不到另外一个员工 或者说你找不到另外一个默契的合作伙伴 还是怎么样 我不是问你 我是问所有的夫妻创业 来 唐喜来简单一下 你为什么选择夫妻创业 我老婆她比我还要早出来 她以前也是在医院工作 然后辞职下海 创立这个公司 其实我要晚几年 所以其实我们都有一颗创业的心 就是不安分于现在的工作 好 我们也问一下各位投资人的意见 在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找到一个适合的合作伴 企业一旦做的稍微往大的走以后 吸引更优秀的这样的合作伴进来 这个企业可以发展更顺利更好一些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马上计定 投资盘盘 唐喜的这个项目 各位投资人 有没有投资意愿 各位请表决 问一下这个各位投资人的意见 实际上我对这个行业非常的看好 其实就是因为刚才您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夫妻的这个夫妻店 如果我们要走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 我的投资经验告诉我 除非有一个人离开 如果两个人都在那里 哪怕股权能够解决问题 都会对公司的日常运行带来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在您那儿就一票否决了 我觉得这种构架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我肯定是不敢偷的 就是你做这个事 你的核心点是说 你就去推广这项服务呢 还是说你有自己在这一方面 治理这个虫害的核心技术 我们现在所采用的灭属杀虫这些技术 和国外一百多年的这些企业 包括全球的知名大公司 基本的理论和方法其实是一致的 这个行业目前现状怎样 有巨头吗 目前的巨头呢 就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一个公司呢 在前两年大概 就是营业额的话 大概在100亿人民币左右 好然后呢 咱们现在国内呢 现在目前大概市场的规模 在300亿到400亿左右 大概有1万到2万家左右的从业公司 大概有20万左右的从业人员 您这套系统单次就能解决问题 还是要重复消费 我们这个工作呀 就像一个医生一样 我们是给环境卫生看病的 如果一个病人你说 我爹你自豪感冒 你终身不会感冒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 我主要感觉 他替代方案太多了 替代方案太多了 这第一 第二呢 他那个究竟化的原则 就一般需要处理 不会再找一个品牌去弄 究竟有这种差不多的人处理的团队来帮我做就完 所以很难就是你在全国怎么做大 我始终没想明白你怎么做大 如果做不大 一般的机构投资者就不太会投一个声音 做不大的一个企业 这是我的想法 其实呢 确实我们这个本来技术门槛就不是很高 但是我们增够十多年的一个积累了 我们会把提出最核心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的员工快速的掌握这个事情 我成的门槛不高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一个快速的那个就是来占领市场 咱们这个行业看懂了 但千万不要看不起 免得以后就来不及 我们家以前住那老房子的时候 特别怕一件事 就是有人在我们门口做广告说要灭蟑螂 一般他不来之前都没蟑螂 他一来就带了好多蟑螂了 其实这个不是来和不来 他有和没有的问题 举一个例子吧 我们的一个案例 我们很多年前在一个小店 给他做那个就是灭蟑螂 就是你说的灭蟑螂 冬天12月份 我们去做的时候呢 就是有人就说 你们这个事事事搞什么搞 冬天来灭蟑螂 这不是骗钱吗 就是忽悠人吗 是吧 然后我说您别着急 最后我们检查之后呢 在那些蟑螂栖息隐藏的地方啊 找出了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蟑螂 然后让这个误解的人呢 去对我们数据大慕 你们还真是专家 四位还在亮灯的投资人 今天汤喜的出让的股权的额度是500万 融资500万 出让百分之多少 出让股权百分之十 各位 请出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百万 天鹰资本推进招一百万 你要从中选择两位 进入下一轮 或者拒绝他们 好的 我选择新龙脉资本的王总和中心复头的副总 新龙脉资本王宇乔 中心创投赋言 进入下一轮 马上进入终极盘盘环节 两位各有三十秒的时间为自己做最后的拉票 倒计时开始 很欣赏您的稳健 而且你这个夫妻创业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我认为是优势 另外这个行业确实需求非常大的 也是长期持续的行业 它确实需要有人来解决它 您好 我也是认为您这个产业非常有发展前景 另外在资源上面 我觉得应该对你的商业有很大帮助 听听咱们驻战团嘉宾的意见 反正要是我的话 在资源上 我觉得刚才宇乔说的特别打动我 我觉得能够快速的有一些客户的增加 还是很有好处的 选宇乔 我建议你选傅元 我有点意外他会最后这样出嫁 他能看重你这方面 我想他可以带给你很多 你现在可能还没有想到的东西 走们一下 来 我们现场的观众 如果你是创业者 这两位投资人 你选择谁 准备 请投票 我插一句啊 你夫妻创业 你敢选一位美女投资人回去吗 敢 这都是你会碰到的问题 这表示人家有对人家的夫妻两口子的感情更加的自信 按照你的逻辑 夫妻创业选任何一个性别投资人回去都不行 这都是给你的参考意见 包括驻战团嘉宾的意见 唐喜现在走到两位投资人中间 最后五秒钟要给出我们最终答案 倒计时 开始 欢迎进入建南春成功时刻 答案是 我的选择是王总 把一件没有壁垒的事做到服务精致 我觉得是中国在服务业上面需要一步一步提升的产业 创业英雄会选手服装由禁霸男装特别赞助 禁霸男装 37年不断改进佳克 我们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创业者 可以说是一位影像魔术师 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创造出媲美科幻大片的影像 我们一起来见证奇迹 我是武鹏 我是一名不安分的七零后 做过四重点小学的老师 创刊过全国发信量最大的IT杂志 开发过全球下载量达千万次的APP 运营过全球知名的社交游戏和P2P网络下载软件 至今还是全球最大的商业图片库的签约摄影师 我的人生格言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二十年前我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486 那时我还在上面学习3D软件的时候 就发现三维模型建模都需要手动创建 费时费力 然而到了硬件飞速发展的二十年后 这个情况仍然没有太多改善 那3D建模能不能像拍照片一样简单方便呢 这个时候我再次开启了我的折腾模式 开始研究这个新的数字艺术 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 小到一只甲虫 一只跑鞋 大到一个楼宇 甚至一个城市 只要你会拍照 就可以生成3D模型 而这就要依靠全新的技术 引向全自动3D云技术 这只不过是我们刚刚折腾出来的一个小成果 折腾是一种人生态度 让生活因折腾而与众不同 大家好 我是孟迪幻象的CEO五朋 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利用云计算 成为全国甚至全球最大的一个3D模型供应商 你怎么去推广你的这个服务 以及你的产品 推广这块就是想有了融资 我们再进行和行业的一些伙伴进行合作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爱折腾的五朋 大家看屏幕 这短短8秒钟的视频 却花费了一个建模师整整30天的时间 所以我深知3D相关的行业 最大的难点就是3D建模 2016年6月 我们的团队研发出了一种仅需要普通照片 就可以全自动的生成3D模型的技术 只要演员站到这个摄影棚里面 就可以把他的各个角度的照片拍摄下来 然后上传到我们的系统 就可以生成一个比例完美 精确的人物3D模型 我了解每一个测绘人员最大愿望 就是坐在办公室里进行远程测绘 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这个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只要把航拍的照片上传到我们的系统 就可以生成一个1比1的地理模型 然后就可以在模型上直接进行测量 随着我们平台上的数据的积累 我们甚至可以生成整片程式的模型 为未来的智慧程式打下基础 现在想去整容的估量越来越多 用我们的系统制作客户的3D模型 它就可以在模型上进行虚拟整容 让你在手术前就能看到你最终的效果 除此之外 我们在产品展示 AR、VR、游戏制作、文物保护、3D打印、文化教育 公共安全、制造设计等等领域 都有无限的响协力 我们的产品优势 不需要硬件投入 是在线云计算 节约制作成本 有着核心的算法 我们的盈利模式 短期来说 我们可以进行大型的商业项目定制 然后进行行业的解决方案 然后我们还可以提供API和运算资源给第三方 长期的盈利模式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云平台 让拍摄者通过销售3D模型获利 为需要3D模型的公司提供 价优高精度的3D模型 这样可以实验双赢 我们本轮的融资计划 是融资金额300万 出场股份20% 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改变世界 谢谢大家 欢迎 你知道我看到你这个录影之后 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 这应该是一个高技术的项目 这么便宜 20%的股权出让 才容300万的额顿 我们能不能现场感受一下 你这套系统的魔力在哪 可以 来 请小伙伴们上道具 这就是一个1比1模型的 韩武创投的韩冰先生 好 我们拍摄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相机拍 最好就是用单反 效果是最好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光线好的时候 就是用手机拍 手机就可以了 对 然后拍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地方的话 我们可能要变化角度去拍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所有拍的照片 上传到我们的电脑 现在就登录我们的网站 然后我们把照片 就是上传到我们的运算服务器 这个运算量比较大 大概需要半个小时 然后就可以生成一个完美的石膏像的模型 而且这个模型我们可以旋转 对 可以用鼠标拖动 这其实是我们另一项技术 就是我们的3D模型 是可以在网页上进行展示的 所以说你把这个网址 只要发给你的朋友 在手机上也可以看到 对 像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在自然博物馆 就是拍的猛马像和现代像的比较 这个的话如果是交给人工做的话 它可能光是测量这些谷歌的比例 然后再来做的话 可能就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做出来 对 这个的话 我们只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去拍照就行了 我马上想到的是个很实用的一个软件 而且2B来讲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是你的痛点吗 是啊 真的是 真的是我的一个痛点 所以我觉得对工业化来讲 是刚才你刚出来的时候 我跟孙老师说 我是真好玩这个东西 所以我马上想到的是 怎么把鲁蜜蜜儿拍完以后 做成一个小人玩 在背后里头 但是我刚才听完你的完整的说法以后的话 介绍以后 我突然觉得工业化 工业上的我更需要这种东西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空间很大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目前来讲 可能他是个摄影大师 意外的发现了一个 怎么把3D建模能够整得最简单的一个方案 我是不大相信奇迹的 你像我们公司正在装修我们的大楼 每一个来投标的设计公司 都是在用3D在给我们展示它的设计效果 而我相信它也不是通过实际测量 它也是通过拍照就可以 所以我不大相信你能低成本 又简单又高精度的能够实现你这个3D建模 就我有点质疑你 是不是做到了低成本 又很简单又很快速的 精确的做到3D建模 现在是这样的 如果从精确度的话 我们去和那个卫星地图的那个卫星图像比较过 就是基本上就达得到那个卫星图像的精度 因为我们拍摄的是无人机现在是有GPS的 然后 那你说它那个卫星图像应该是1米或者0.5米的精度吧 那个精度对于很多的工业设计和应用来讲肯定不够 对因为那个精度是其实是依靠无人机的那个GPS的精度 但是现在GPS有工业级的无人机 那个无人机的精度就很高 那个可以达到分泌级的 因为它上面有两个或者三个三个GPS 它用那个差分定位 我看你介绍里边 其实你折腾了很多事 其中有几件事折腾的还是蛮有意义的 或者你说已经做到全国最大了 但为什么没有延续下去呢 就其中的任何一件事如果你持续的做下去会怎么样 比如说之前的杂志的话 因为当时受互联网冲击嘛 然后有一些管理的问题和领导就是交流过 然后他不支持我的方案 所以说我就有其他的机会 然后就离职了 就是举其他的机会去奋斗去了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潮流肯定是往互联网 往数字化这方面发展 所以说你是一个兴趣很多样化的 我看你还介绍里边说你很反对996的工作 要把工作和生活并举 原来就是学过一个方式 它就叫八小时工作 二十四小时思考 对于我们这种搞这种知识工作者 其实更多的时间要进行思考 要考虑很多未来现在的一些问题 这个我确实在鼓吹我认为创始人不应该是把这个大量的物理的时间用在坐在公司办公室里 还是他的这个心思和脑力应该百分之百的用在他的这个事业上 不过反过来讲就是在创业初期 其实很多是需要亲力亲为的 对 但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工作状态 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是996是168 就7乘24小时 我的创业者没完没了的 这个天天在办公室里工作 还显得敬业 我觉得也未必 那我们刚好听听投资人的意见 对 我觉得关键是一个有效性 一个效率很重要 你时间长固然是数量 这质量很重要 我不在乎你物理时间的长和短 我在乎的是你的执行力 有效性 做事情的果断力 抉择力 就是一些这个定性的方向的东西 有一个指标叫做敬业度 它用来衡量 就是包括企业的员工 还有老板在这个企业里边 他的智力和情绪的投入程度 所以不只是智力 还有就是他是不是一门心思想着这个事情 他的主动性是不是都放在这里 那个我们当然希望创业本身是一个愉快的一个过程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在自己的领域 自己的专业当中 耗费大量的精力去思考 去劳作的人更容易成功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各位投资人 对武鹏带来的项目是否有投资意愿 请表决 这个局面你料到过吗 这个有可能 因为这个3D这个东西可能现在还不是特别的腐蚀 有可能不是很了解 你的意思是他们根本不懂 不是根本不懂 就是这个空间是很大的 你的这项技术目前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有多少 在国内的话我还没有看到 在国际上是有 我们也真的理由最主要就是他刚才展示的那个雕像 我看了之后我认为没有达到你描述的那个状况 或者说我不满意 我们每个人并不是技术专家 但是对这个概念 对有些概念的理解呢 其实从开始你并没有描述的特别清楚 第二就是你对技术的这种 就是自信有点过于 感觉过于有点过于自大了 因为我们这个技术是属于这个技术比较密集性的 并不需要很多的人来进行研发 比如说有一两个这个算法工程师 然后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平台做出来 我也不完全同意刚才几个投资人的说法 我目前就是非常迫切的想了解到 你拥有了这么一个技术 你最想做的一个场景 或者说你最想商业化的一个领域是什么 现在我们最想做的就是电商这个领域 因为这个领域现在目前还停留在传统的图片的展示 我们也看过其他的这个跟你差不多类型的 就是做这个测绘方面的 包括你说的在电商上面的应用 其实现在有了更新的技术ARVR 然后还有视觉识别人工智能 这一切都比你今天的演示要好很多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你的眼界 你的视野要打得更开一些 这个我们其实一直在追踪国际上最先进的技术 虽然现在有些技术看上去有点类似像3D的效果 但是其实它和真正的3D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真正的我觉得建模这件事成本之高 然后利用的这个花费之大 难以想象的说真话 但我现在觉得它这个东西有它应用的地方 拍一些照片就可以做出来 对 而且很简单 对于大众来讲很接受 你看我觉得可能我也属于那种 没有看到世界上有什么东西的那一类人 它的那个股权融资的话 它只要300万 而且给20% 这个就让我非常怀疑 以及包括它的这个所谓的 它的这些核心技术到底怎么来 其实这都没有描述 所以我就有巨大的怀疑 对不起 第一 我们这个技术就是 平台是今年才上线的 我们目前的话就是天使轮 然后我们认为就是说 我们不仅是想要一笔投资 然后更多的就是投资人那里的资源 我们可以快速把这个技术变现 这是我比较看重的一方面 好了 剩下的还在亮灯的两位投资人 今天武鹏的项目的融资额度是300万 出涨20%的股权 两位请出价 非常遗憾 武鹏在今天我们这个舞台上 没有能够融资成功 我们的投资人都对你表示了 很大的担心 这会对你有影响吗 这个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开展业务了 买一个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太便宜了 所以说觉得不好 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不太合逻辑 来我们听听驻战团嘉宾的意见 我觉得你还没有把真正的技术的优势 和你的特点展示清楚 但是我觉得只要来到 创业英雄会的舞台上 你就让更多的人知道鲁藤 知道了你的这个项目 我觉得下一步的话 我觉得可能一定有你运动的空间 所以要自信起来 好不好 这个没关系 因为我们接触的一些客户 他其实最开始也不是太了解 他就让我们做了一些例子 然后做出来 他就完全了解这是怎么回事 我想你的技术一定有你们自己读到的地方 所以你要有这个技术的自信 我个人建议如果有可能 还是要奔着C端走 因为一旦你走到B端 一方面你要跟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竞争 第二个有可能就把你封在了一个技术供应商 或者是这个服务提供商这个角度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你这个3D成像的这个技术 跟你的摄影专长结合 在C端方向上很有可能能做出 我们每个人都会愿意去用区体验这个产品 我们的团队都是主要是做技术的 就是对市场啊 对这个产品的包装啊 这些这方面真的是我们的弱点 这恐怕也是创业路上 时而会碰到的一种局面 也在考验我们创业者 他的坚定的信念 以及随时调整的能力 每周五晚上的21点50分 创业英雄会都会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 准时跟您见面 我们欢迎每一个有梦想的创业者 和有实力的投资人 来到这个舞台上 实现彼此的心心相应 现在您在屏幕下方看到的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唯一的报名方式 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微信公众号 最近有一个特别热的话题 就是短视频的这个制作的内容 似乎迎来了一个新的风口 那做视频内容怎么样 能够赢得投资人的青烂 投资人看中这个视频创业项目的什么要素 创业者有他自己的坚持 并且有创作能力 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但是也一个巨大的坑 我觉得短视频它是一种的社交的一种颜色 一个是内容特色 第二句话是合法合规 还没有进入这个行业 或者还需要投资人告诉你 怎么样去吸引投资人的创业者 远离这个风口 一个成功的短视频制作公司 它一定要具有良好的团队 优趣的内容 以及非常好的便携能力 在重向上做得更专业 在横向上需要有文化和内涵的支撑 做出精彩的短视频 需要开创性的思维 不能光转腰和不转买卖 所有的文化内容创业 都应该是要回归到内容创业的本身的 没有这个金刚钻的 千万不要去担这个刺激活 我不看好短视频创业 看着很好玩 其实是自媒体的战场 很难做成一个商业化